海豚教育室 不要想著贏 要想著不能輸 做好SOP 追求長期的穩定獲利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要掌握股市投資消息就加入 海豚官方Light 大家好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海豚教育室 現在有一個龍轉投資財運通 海豚選股後利宏的 各股分享的活動 歡迎大家來掃QR Code 領取海豚的選股 海豚的口袋名單 希望幫大家 不管是年前年後 都可以再來一波獲利 大家記得要來索取 我們今天節目內容 第一個就是今天的貴買 相對大盤還是強勢的 中小薰資金輪動 有進一步轉好跡象 待會一起來看 第二個是今天的強勢族群 第一個是半導體設備 第二個是電子支付相關 界上資金開始有輪動到一些小型股 開始小型股 而且有一些族群性出現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第三就還是重電 變壓器開始持續供不應求 重電率需求還是持續擴大 這對後續 像前天有人問海豚說 相關的重電股 到底有沒有延續力道 我們等一下來看海豚的分析 這部分就先講第一部分 今天家人指數上漲0.01% 漲了1.24% 只是從家人指數內容來看 雖然只是小漲而已 小漲一點 其實最後一盤拉上來的 但今天漲加速有來到658加 跌加速399加 所以整體來看 漲加速遠大於跌加速 所以等於說這個資金 雖然說全值可能相對疲弱 可是前的確有進中小輪動 前的確有進中小輪動 那貴買指數也一樣 雖然只是漲個0.2% 但是也是續漲 漲加速548加 其中有18加漲停板 另外有400加下跌 那之後兩加跌停板 整體輪動看起來也是比較偏正向 只是說這個波動可能稍微大了一些 另外回來我們看一下 家人指數技術面的部分 雖然說今天收了一個上影線 也收了黑K 大概是上禮拜以來第一天的黑K 上禮拜五以來第一天黑K 只是我覺得也還好 今天量縮下來 有人會說 家人指數持續的量價背離上漲 但是還是一樣 就是量價背離 補量就解決了 重點是補量的方向在哪裡 因為其實今天剛好也是週選的結算日 所以本來就預估今天震盪排行機率比較高 震盪縮波動 然後又縮量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能算是不好的一個現象 你說它是一個健康現象 我覺得反而是可以 比較可以接受的 所以基本上就如同海豚這幾天講 你說萬八會不會過 我不知道 不預設立場 但是我覺得指數只要不要轉弱 那資金有持續前進中小的話 就像這輪動持續轉好狀況 其實反而是有助於大家操作賺錢的 所以大家記得趕快來領海豚分享的股票 海豚的活動 好 那在過年前 約下距離過年前剩下七個交易日 那七個交易日 所以基本上海豚看法還是一樣 指數過不過過不重要 不要轉弱前有進中小輪動最重要 那今天其實是有持續看到前有進中小的 所以這個狀況持續保持下去 我相信對於大家在過年前的操作一定會是 比較至少比較正向 那雖然說市場上有些人會說什麼說 這個過年前會有所謂的品種結帳行情 結帳的賣壓 這個海豚界上不能說不認同 而是說這個界上對於海豚來說是雜訊 因為你說它結帳一定會賣你所商的股票嗎 也未必嘛 那我說它賣指數賣全值股的話 那只要錢還是持續進中小輪動的話 那基本上也還是正向看待 所以我覺得不用過度於擔心 重點還是你手上的持股 有沒有持續有守住你的防守點 甚至持續強勁的一個表現 這才是重點 那貴买指數的話呢 今天也一樣 有人來問海豚說 今天這個貴买這個上影線又接近前高 是不是出貨K線又來了 那出貨K首先要什麼 要有量 那今天只有770億的量 而且量還是縮的 所以高檔量縮上影線 而不是說報個1200億1300億的大量 然後出現上影線 所以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這個上影線其實未必代表是出貨盤 應該說就不認為它會是個出貨盤 反而就只是一個震盪盤而已 就一個震盪盤而已 那當然 距離來到前高附近 總會有點靜觀情缺 所以我覺得震盪一下也合理 重點還是一樣 還跟剛剛說的嘛 中小資金 資金有沒有持續的流入中小 那三大指數的部分呢 今天當然是比較偏向震盪整理的 不過電子來說今天相對弱 不過也沒有說去跌破星期一的大量低點 那金融跟貴買呢 只是持續的偏向補漲 那今天 非經電是比較強勢的 那非經電呢 今天其實主要去拉到 這個塑化股 台塑四寶 台塑南亞 台塑化跟台化 那還有在這個中鋼的部分 就是塑化鋼鐵這種低基期的個股 有一些資金進來 就是可能去拉抬這樣 就是等於說 目前是有點全值股的內部輪動了 內部輪動 整體看起來還算OK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多空投加速比例 那什麼說 輪動持續漲好呢 主要就是看到今天 空投加速開始在加速的下降了 從51%下降到48% 所以這個狀況也是代表說 弱勢的股票開始陸續的出現反彈 讓這個個股的這個技術面呈現均線 回到一個盤整的狀態 那多投加速呢 昨天稍微下跌 大家滿頭問號 但是今天有出現回升了 所以等於說 接下來有機會持續的收斂 那持續的收斂 那就代表說類股輪動正在轉好 那只是說還是要提醒 因為目前還是空投加速大於多投加速 所以目前還是屬於一個偏空的狀態 但是偏空的力道正在持續的減弱 那當然說偏空的力道減弱 就代表多方慢慢在轉強 那當然說合理的狀況下就是 看看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出現黃金交叉囉 這是接下來關注重點 那長線多投加速呢 則是同步走陽 那還是有強很強弱很弱的一個狀態 那這邊還一樣啊 關鍵還是看一下 短線多投加速的強勢之後的 強勢走強之後 有沒有機會去帶動長線的空投加速轉弱 然後進而連長線也一起黃金交叉 那這樣的話或許在年後呢 會比較有機會走出一波中小 應該說年前或年後就有機會走出一波中小的行情 所以大家在持續的期待吧 好那接下來重點大事 今天晚上也一樣沒什麼太大的事情 不過明天 明天台股開盤前 應該說美股收盤後 台股開盤前 Tesla要公佈財報 那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車用呢 有沒有機會這邊短線來個利空出境之類的 因為畢竟車用這一鏡真的是比較弱勢啦 再來就是禮拜四呢 要公佈這個第四季的GPT數據 那12月耐久才訂單數據 那再來就是星期五的 市場關注的12月的PCE數據 另外提醒大家 下禮拜四凌晨 有F1C 那我們到時候再來看看 市場會怎麼來反應 F1C會貿記者會報的談話吧 好那這一階段就到這邊 我們下個階段 我們準備來看這個強勢組織的部分 我們待會見 華冠投顧首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冠投顧111 儘管投顧新字第015號